从明洪53年到26年,明太祖为维护统治而大开沙界,以胡维庸案和兰玉案并称的胡兰之狱为起点,之后还有郭恒案、空益案等朝中的开国元勋皆已死尽中,其中受胡维庸和兰玉诸联的就多达四万五千人,而促成这些案件幕后机构就是明太祖亲设的锦衣卫,据明史所记。 紫香,从定中原,晋指挥时,厂长锦衣卫时,赵点玉,除了茅香以外,还有明成祖时的纪刚,明英宗时的刘勉等等,都曾是著名的锦衣卫指挥时。 魏帝王们立下过汉马功劳,而锦衣卫也见恩宠,在短短几年就发展到了十几万人,那么明朝灭亡时,他们都去哪儿了? 建一网刻以至未来,喜欢请点击订阅,开启小铃铛。 锦衣卫的发展历程 最初,锦衣卫的设立是为朱元璋收集情报的,名为巩卫司。 后来,随着皇帝的需要,朱元璋便将其更名为锦衣卫。 当时,锦衣卫的职责主要有三点,第一点就是保护皇上,第二点就是收集情报,第三点就是点诏域。 可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锦衣卫的作用逐渐向后两者偏移。 成为了皇帝手中监察百官的戾气,明朝初年,最有名的两件大案胡为庸案,拦欲案件,锦衣卫就是负责人。 有了权力就有了野心,仗着朱元璋的庇护,锦衣卫们也开始滥用职权,制造了大量的冤案。 得知此时后,朱元璋大怒在洪武二十年的时候废除了锦衣卫,明成祖朱迪继位后,同样为了政治的需要,他又将锦衣卫建立了起来。 不过,为了避免大量冤案的发生,朱迪还设立了冬场,用以分化锦衣卫的权力。 万历后期,神宗长远离朝政,不离政务。 而原本位于锦衣卫互立互惠而相互勾结的冬场,成绩得到了大力发展,因为有了接触朝中大臣奏折的机会,其权势远远超过作为皇帝护卫的锦衣卫,甚至让锦衣卫沦为了他的附庸。 冬场有权更替和选拔锦衣卫的指挥及其他成员,比如,魏忠贤就在西宗初年时将锦衣卫的指挥使刘桥免职,转而提拔投靠自己的田尔。 在公元1477年时,当朝皇帝又设立了西场,其权力甚至超过东场,锦衣卫的大好光阴就在这场为争斗中逐渐逝去,与皇帝的关系也就随之由尽变书。 锦衣卫也只能够依靠东场而活,东场对锦衣卫有着人世上的直接任免权。 有一句俗话说得得好,破船也有三金钉,虽然万历,崇祯年间,锦衣卫跌落低谷,但是其人数依然高达15万人。 可是,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,这15万锦衣卫却没有一点存在感,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,这不免让人悲叹,锦衣卫到底去哪了? 此中,明朝末年,虽然锦衣卫不受崇祯皇帝的信赖,但是依然有那么一部分不负黄恩、孙光、李若连等就是这样一类人。 尤其是后者,当时,李若连只能算是锦衣卫的一个提督,官职不是很大,手中的士兵也不是很多,可是,面对李自成的几十万农军军队,他却丝毫不惧。 当北京城的城门被攻破之后,李若连率领自己的手下防守重门门,选择与李自成硬刚,奈何,寡不敌众,嫡系部队全部阵亡,在此情况下,李若连大吼一声,死矣,随后便自杀而亡了,真正做到了实军之路,中军之士这八个字死得其所。 与李若连的选择截然相反的艺人,则是锦衣卫都指挥使洛阳性。 他手下的锦衣卫虽然很多,但却选择了向李自成投降,寻找新出路。 从一些野史,电视剧来看,洛阳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,他想要更进一步,但却不受皇帝的重视,在心中抱负无法施展的情况下,洛阳性由爱生恨,坐山观虎斗,不断地为自己寻找新的机会与出路。 当李自成攻打北京城的时候,崇祯皇帝命他回来救援,可是洛阳性以各种理由推脱,最终导致了北京城破,崇祯皇帝眉山自义。 大明朝覆灭之后,洛阳性第一时间向李自成投诚。 除此之外,洛阳性还给了李自成,带取了三万两白银的大礼。 见此,李自成非常的高兴,将洛阳性收为心腹,但是李自成虽然得到了他的人,但却没有得到他的心。 顺制登基之后,吴三桂因为与李自成有嫌隙,所以便主动打开了山海关。 随后,多尔滚的大军打到了李自成的脚下,在这样的情况下,洛阳性又再次背叛了李自成,成为了一个三型家奴,在顺制六年的时候去世了。 除了以上两股势力之外,十五万锦衣卫还有一波去了南方,在那里建立了南明。 让大明朝又多延续了几年,南明王朝建立。 马吉祥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锦衣卫指挥使,这个人的成名不是因为他有才,而是因为他会拍马屁,所以入选了奸命传。 不过,马吉祥虽然是一个奸命,但是也做到了十军之路,中军之势,在洛阳性投降之后,指挥同志李若脸又战死,群龙无首的锦衣卫,四丧而逃。 此时,马吉祥便带着一只静驴,保护着明朝的宗室,向南部迁移。 之后,这群人便在南方建立了一个小朝廷,南明,因为这件事情。 便有人说,永明之有吉祥,游福王之有事应以,足见马吉祥在保护宗室方面尽心尽力。 当然,南明也没有存在多长时间,清廷入关之后,一切工作都已走上正轨,此时,他们便腾出手来收拾这股势力。 在清顺至十八年,清军一路南下,与南明展开了决战,最后,指挥使马吉祥在骤水之难中被杀,大明朝彻底覆灭。 明朝锦衣卫二百九十年的历史也彻底结束。 有意思的是,明朝灭亡之后,清朝也曾仿效明朝建立锦衣卫,可是清朝的锦衣卫只得其行却不得其义。 后来,清朝的锦衣卫便被更名为蓝衣卫,主要负责的就是皇帝的安全,清锦存在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一年。 另外,明朝时期因为对周边邻国的影响力极大,所以在越南一带也有过锦衣卫的出现, 比如黎朝、阮朝等,配饰也深得飞鱼服、绣春刀的精髓。 十五万锦衣卫乌合之众 还有一种说法是,明末年间的锦衣卫是一群乌合之众,比起早年幽中选幽的锦衣卫来。 早在明代中期时,锦衣卫这个大明军界公认待遇优厚的岗位,就变得好似注水的肉。 明朝成化年间时,锦衣卫就荣源之尽无穷,比如勋贵家的子弟,哪怕是个混吃混喝的草包,只要走走门路,就能拿到个锦衣卫编制,继续拿高鞋混吃混喝。 至于锦衣卫官员的跟班们,只要马屁拍得响,编制也不是梦。 普通的锦衣卫付千户,就要占掉二十多个编制,基本都是拿钱不认识。 但相比之下,这帮混逝的,总算还干点差事,到了后来就更不像样,各级的文武高官家属也描上了锦衣卫肥肉,比如嘉靖年间葛老严松家的几个孙子。 都是未成年,就成了锦衣卫高官,杨博费红等名代名臣家,其子职闷也都扎堆进入锦衣卫,好些人都是空挂的名,只要家里老爷子还在,躺着就能升官发财。 上梁不正,下梁当然各种歪,以崇祯年间几十中徐国荣的揭露说,北京市面上的锦衣卫,绝大多数都是买的,基本都是些市井无赖恶棍,打着锦衣卫的旗号敲诈勒索。 比如,有个叫赵瞎子的流氓,一次就敲诈京城商户两千两百银,为什么如此猖狂?因为按此是锦衣卫的规矩,普通流氓只要拿出二三十万两银子,就能买个锦衣卫的糖贴,然后就能胡作非为。 当地衙门别说管,都得给这些人塞钱。 就连明末轰动天下的苏州五人牧师建里,都留下了这些锦衣卫的英姿,当时跟着去苏州抓人的锦衣卫提起,都是上面说的花钱买糖贴的京城流氓,这钱可不是二三十两,通常都是三五百两,花这么多钱买个锦衣卫身份,当然要想法设法捞回来,所以一路敲诈勒索,入责数十倍,每次抓完人后,都急着赶下一趟差,一趟就是几十倍的收益。 可就是在苏州,这帮锦衣卫完大了,由于敲诈太过火,激起苏州市民愤怒,激愤的苏州百姓,把这群恶棍摁住了痛打,有些侥幸逃命的锦衣卫,屁股上的肉都被百姓割下来喂狗,成了这趟出差的血淋淋纪念。 还有个叫李国柱的校尉,也是买来的身份,为这趟拆花了五百两银子,却被愤怒百姓活活打死,五百两,买了个死,只能说,做人不能太锦衣卫。 综上所述,明朝王国前的十五万锦衣卫,高层基本就是白吃饭的纹固子弟。 底层就是一群买糖贴的地痞无赖,说流氓军团都算是台军,哪里还是当年飞鱼服,绣春刀的英雄形象,指望这么一群人来救国,不凡咬一口就算不错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